就是他穿著黑色背心的阿伯走進超商 他先是站在鮮奶冷藏櫃前 發現一旁有人經過也不在意 自顧自的打開鮮奶瓶蓋用力一戳 再用手指把鮮奶瘋膜戳破一個洞 而且一瓶又一瓶 還連續兩度上門搞破壞 戳了兩間 兩間應該三瓶油吧 三瓶四瓶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把它戳破 知道 證明阿伯神色自若犯案後 又騎著橘色摩托車離開 直到送鮮奶的業務員不獲時 這才發現鮮奶瓶蓋鬆脫 打開一看嚇一跳 瓮膜也被戳動 擔心是千面人在線 戰戰兢兢適合一口 幸好沒事 立刻通報超商店員調閱監視器 一個禮拜兩次不行了 這個好像是不是千面人 什麼之類的 要嚇死之類 有一點怕怕可是有先 先喝一下子自己嘗試 你還敢喝 以奶自身 自身喝 警方調查嫌犯年約五十歲 上個月二十四號和二十九號 兩度犯案 還專挑同一品牌鮮奶 戳破瓶蓋瘋膜 目前犯動機不得而知 但姑且不斷損失 假使嫌犯有意在里頭添加藥物 被民眾喝下肚 這後果不堪設想 解釋孟輝 彰化報導